我之前症状就是从肝壳开始 然后转变成湿壳 然后湿壳之后发烧一个晚上 然后一个晚上发烧结束之后就是鼻塞 然后鼻塞伴随着失去嗅觉跟味觉 我有尝试就医过在西班牙当地 它是给我诊断是没有肺炎的 然后它只是说就是一般的流感 三月中的时候从西班牙回台湾 我在机场就是在台湾的机场就是有很诚实的承报 当下我就有跟他们说我在西班牙有尝试就医过 虽然他们诊断我没有确诊 再隔一天的晚上就是疾管局就有打电话给我说 现在我们要带你到医院做更详细的检查 那时候其实是很煎熬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确诊 但心情上的转折很大 后来就是有被抽很多的血啊 然后做很多身体的检查 照X光啊什么之类的 那一方面也很安心 因为台湾做的这么周到 对台湾的医疗相较之下西班牙的就是差太多 差不多是一两天结果就出来 就是医生打给我说 哦小姐你就是确诊了这样 当下就是痛哭 很担心我曾经在西班牙接触过的那些朋友 会知道不是自己的错 不是自己故意要传染给他们 但是会觉得还是会有愧疚感 那我的父母其实他们真的给我很大的支持 然后也让我一直有正能量 是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强 就是连我知道我自己确诊 我是哭着告诉他们 但是他们都是非常镇定的说 没关系那现在知道你是确诊那你就好好的治疗就好了 不要担心太多 有一次就是我已经待了三周了 那一天知道我是阴阴又阳 就是我的三次裁剪没有过 那那天我跟她讲的时候 我就是本来想要一派轻松的跟她聊天 但是就是忍不住就说我真的很想回家 然后我就讲完这句我就哭了 我妈当下没有哭 但是我听说后来就是她回到家 她也是哭了 之前就是我父母有送汉堡过来 然后我是完全吃进去是没有味道 其实还蛮奇妙的感觉 我大概住院了三个礼拜左右 就有很明显的恢复 然后我是吃红豆汤就感觉是 知道这个是红豆汤 那我的嗅觉是 一定要很近很近 我才闻得到那个东西 到现在基本上都还是 因为我平常会过敏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病房的空气太干净了 因为每六分钟就换过一次新鲜空气 刚出院的那一天晚上回到家 就是睡觉的时候空气就有点不适应 然后对外面的环境就是有一点点 觉得这是真的吗 就好像是在做梦 毕竟也被关了一个月 我一直以来就是都有重训跟打篮球的习惯 确诊之后就是我就是到隔离病房了 那当然没有办法做这么剧烈的运动 所以我只会在病房内做做很简单的瑜伽之类的 一出来以后我就有在家里的跑步机 试着跑跑看 现在的话就是我跑步机跑可能五分钟左右 我就觉得肺部在很像在燃烧的感觉 心肺功能没有以前好 平常就是剪剪影片啊 然后看看书看看电影这样子 然后就度过这个14天的自我管理 因为14天就会去医院复诊 那那时候就能够更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这样子出门也会比较安心 我很想等疫情过去的时候 就可以赶快重回健身房 可以去逛街啊 然后吃一些好吃的 诶 看到了 我听说很多很多的康复的病患 还是都有在经历一些歧视 那我是呼吁大家就是多用点同理心 我们康复出去就是没有问题 我非常幸运 然后我的父母我的朋友都不会惧怕我 然后也都没有让我感到有歧视的现象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政府已经非常非常努力在抵挡这次的疫情 那大家真的就做好自己的本分 这样子多多少少就一定是在帮助到政府 帮助到国家